学生们专心地听讲 老师用诙谐的语言讲课 教室里时不时传来振振欢笑 一堂庙去恒生的藏语课正在进行 教藏语的老师名叫次元多杰 从事藏语教学行业已经七年了 在他的课堂上 游戏与知识结合 学生们可以畅所一言 在欢乐气氛中掌握书本知识 次元多杰回忆到自己儿时学藏语的经历 感慨现在的学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书店里有很多专门给儿童的藏文绘本 网络上也有各种优质藏语学习资料 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人 次元多杰从现在藏族孩子们的身上 看到了语言学习带来的更多可能性 我本身作为一个藏族人 也作为一个藏语老师来说 藏语是我们的自己本民族的一个语言 然后藏语的话大家都会说 但是藏语和藏文的书面语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学习这门语言 把藏语学好了 把语文学好了 就是孩子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书 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 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也越发密切 多掌握一门语言 就意味着在择业时多一分机会 在位于西藏拉萨市瑟拉路的同嘎语言学校 记者看到有不少成年人在这里学习藏语 汉语甚至英语 据了解 学校开办初期为很多没有机会走进校园的人 提供了重新学习的机会 西藏旅游业日渐发达 很多藏族民众通过学习英语成为了出色的导游 据该校校长介绍 学校建立初期来学习的都是藏族学生 如今中国各地与西藏的联系变得密切 有意向学习藏语的汉语学生越来越多 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 实际上主会集结成会 身大多都是堡 confront的 由息公司讲到的 得 widani 发达 第二个人 Kritik 两个人 在西藏,藏语言文字在卫生、邮政、通讯、交通、金融、可汇文、 科技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使用 藏语文的学习使用 受到法律保护